一到 要一起经典黄石繁华炽放 板桥黄石中继市场庆祝开张大集 新北市长侯友宜感触最深 从小就在传统市场长大 对于市场有浓浓的情感 第一座传统市场黄石市场进行改建 为安置摊商营运 以中继市场的方式度过施工期 大家先来到这里采买 等待新的市场大楼新建成功 黄石中继市场光明 激进 亮丽 通风 以及采购食品监控 温扣 还有整个环境用生食跟熟食的规划 里面还有非常漂亮的咖啡厅 让这个地方变成民众最喜欢消费 而且可以生活一起交往的好地方 等待新建旗的黄石中继市场位于板桥体育馆旁 空间明亮环境干净 侯市长先来写菜旗 邀请大家作伴来买菜 而刚搬迁进来的摊商则是表示 满意空间设计 比起旧市场整个环境舒适许多 不错啦 我就先做看看 做得更好吗 对吗 没有 去大楼和穿去想 对吗 摸着 看人家快来了吗 大家大担心 有啦 什么说 辣的 不错啦 有点凉吗 有啊 有啊 环境还不错 看起来干净利落 然后很舒适 对 黄石中继市场分为AB两区 熟食 生食 分开来 内部空间宽广 保留传统市场的人情味 也能够轻松购买食材 相信会是新北市市场转型升级的典范 记者林立物志恒 板桥报导